来打造的甘惠万里将军 我们来怀念一顿国姓爷从卢州 这个信仰传播到社子的故事 我们的甘惠万里将军 沈将缓缓地步入到我们的华潭 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典雅 也非常的漂亮 各位这些都是我们仙人的手工艺 我们从将盔到这个战甲 来介绍一下这个战甲叫做鱼鳞甲 它身上的这个就像鳞片一样 这样一片一片就像鱼鳞一样的罗列下来 这个就是鱼鳞甲 以前在台湾最有名的一个阿婆 在做这个战甲叫做阿婆甲 这阿婆这个手工艺它已经成仙了 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个神将的装扮 都沿袭着我们台湾传统的手工艺 这个传统的手工艺 尤其是这个帕嘎的形状 非常的沉重 这每一尊啊至少都五六十斤以上的 七八十斤都有啊 这个战甲的这个新凶 可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今天各位看到甘辉万里将军 开刮四十周年了 我们现场有很多人还没四十岁我知道 我们怀念着祖先留下来的宝物啊 来看到我们甘辉万里将军 熊啾啾气昂昂 卖开他帅气的步伐 各位最重要是谁 神将脚啊 哦 我们的神将脚的老师 哦 这一整天 各位你知道吗 台湾的庙会里面哦 神将脚在没落了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想学啊 天气炎热啊 躲在里面没有人看得到啊 所以现在神将脚很珍贵啊 一脚难求啊 哦 哦 就是我们的神将咖 哦 我们神将咖的老师 可以说呢 这个文化慢慢在没落 为什么 天气那么热啊 扛那么重啊 哦 很不容易 好 接下来甘辉万里将军 共同来进入到我们华台 我们怀念着国生涯 怀念着国生涯的主婢 来怀念着甘辉万里将军的佣命 以及他的祖雄 他守到台边条 来 我怀念着啊 父家就发生后面啊 这个纪要 祖雄 不存透 一务控制 放在海外 有 古中 来给大家拍照 啊 我们来感谢啊 国性涯的信仰 传播 从如洲 延续到设置 各位 这个画面 希望大家共同的来为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到上面身上穿的是云鳞甲 啊 这个是丝头啊 带着这个云鳞甲的一个装饰哦 啊 很难得很难得 我们怀念国性爷啊 啊 有包有扁 历史的功过 通常呢 没有办法去论定 我们不能说他好 也不能说他不好 但是 留给我们后世的 是满满的感恩 以及缅怀 啊 所以呢 啊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南南社这个现场啊 啊 我们怀念着古老的啊 我们以前的历史 谢谢我们的神将桥的老师们啊 你们辛苦了 恩 进了 谢谢 啊 田鲁元帅祖师爷